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英国片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刘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沙烂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又要讲讲这些BNOG 在英国方面出现了一个很老鸽的情况 为什么?有什么这么老鸽? 我们看看标志 这个标志很厉害 A字行头 对 排字母也是排第一 也在这些BNOG 心目中来说是No.1最好的仓 最好的老板 就是在英国的亚马逊 很多BNOG的第一份工作 去到BNO祖国的时候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亚马逊 甚至乎他们未去之前 即是未出发 先找工作不是先兴奋 就去问一问 有什么工作 操重功夫 不要紧 很多都说 没有工作 亚马逊 不怕辛苦 亚马逊 上那个人工可以吗? 亚马逊 亚马逊 总之什么都是亚马逊 连上网买东西都是亚马逊 亚马逊 值得支持 如果你是购买他ään甚麼圣 على买他的书 我买集ots 也可以 什么也可以 你 sav how to say 就 Feat 什么都可以 我多数就买 他们 delle Amazon 有时候都是看免费的 那再回来 如是者 还有这群BNOG 他们也有样东西 非常志豪 太重要吗? 我觉得很融入英国人的社会 就是为什么呢? 為什麼呢?他們覺得很開心 就是一番亞馬遜、超市、密廠 通常第一天上班就叫你做這件事之外 還會叫你快快去參加工會 當他們參加工會的時候 就會立刻覺得自己 哇!你這麼快叫我參加工會? 你不是當作是一份子嗎?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了 我是Hong Kong家 哎呀!好開心啊!好棒啊! 哇!我真是很震撼 神經病 他們很高興的 即是說進入了工會 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有什麼自由空氣 很多東西 城西沒進過工會嗎? 我不知道 我也沒進過工會 但是工會有什麼特別呢?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特別 他們覺得很高興 當他們是自己人才進入 這是一件事 其實對於亞馬遜來說 在今年的9月初 他們倉庫方面的員工 即是這群BNO女士 很喜歡做的 其實也說過了 我們準備好 準備好 不是上班 是罷工 馬上班 立即開工就罷工 究竟是否罷工 剛剛上班 試用期未過 可能 即是 他現在9月的時候 就說了這個問題 去到我們剛剛新鮮滾熱 這個亞馬遜工會方面 我們看到 英國的工會 有幾百個亞馬遜的員工 就會舉行罷工 也說是亞馬遜 也說是亞馬遜 終於 記得 由G&B 知道嗎 煽動嗎 當然不會 煽動 這個不算的 這個不算煽動 現在 就有幾百人 說他們會舉行罷工 挺有趣 也是 英國的亞馬遜 首次罷工 我們說了少少罷工的問題 究竟是怎樣 我們跟著再說 BNO女士 他們在當中 那個心理和生理 和金錢上的掙扎 應該怎樣處理 好嗎 我們再說少少少 位於在英格蘭中部 他們的亞馬遜其中一個倉庫 員工就投票 支持 現在因為工資的問題 就要進行罷工 不知道這個倉庫裡 有沒有BNO女士 這個倉庫裡 大概有一千個員工 我們就想 會不會也有BNO女士 到時候很開心 民主的一人一票 他們也有權投票 就不罷工 公平一點 先說一句 剛才我們提到 九月的時候 還是熱辣辣的時候 都已經在說 希望將他們的時薪增加3% 或者叫做50個便市 當然 這個是亞馬遜提議 他們說50便市 我叫你吃什麼 吃了這些便市 吃了它好 那些員工都不太滿意 你當我23%這麼少 那就是太少 對 生活成本不斷上升 反過來 現在要求亞馬遜 最少每個小時 是要有15英鎊 那其實 為什麼BNO女士 他們會說 這麼喜歡亞馬遜 是相對地 他們已經覺得 你有沒有聽錯 是覺得 哇 亞馬遜已經黃欣浩檔 比起一般的 芝士廠 包雞翼 好些 好些 他們覺得很多 一磅都不到 每個小時 他們覺得 好像天那麼大 一個餅 很棒 這樣 整個月球那麼大 做人要敢一 正所謂 滴水之恩 湧泉而報 現在就是 報恩的時候 報亞馬遜的恩 所以千萬不能跟其他同事 一起去投票 不要 不要了 但是 你想想 到時那些同事 如果被我們爭取到 每個小時15元 哇 我想那群BNO女士 都起了羅打股 當然了 哇 公開很厲害 很感謝你們 不停地稱讚他們 不停地按讚 但自己又不參與 就是了 到時就助響其成 所以這群是相當之自然價 我們覺得奇怪 為什麼 我們看到BNO女士 他們看到 亞馬遜 如果能夠有些時候 到接近11磅 11磅 不是11磅 11磅 他們已經覺得 哇 很棒啊 我也想進去做 怎樣進去 櫃球 怎樣啊 我想教我啊 我也想進去櫃球 櫃球 櫃球 我就覺得奇怪了 哇 你們這群是什麼人 有沒有搞錯 十五磅 十五磅 有沒有搞錯 大把香港人 只是接近11磅 已經摸崩壁說要去做 你們這群人貪得無厭 還說要罷工 有沒有搞錯 我覺得英國方面的媒體 一定要馬上抓這些BNO女士出來做訪問 他們最喜歡 很簡單 你們說糟了 一會兒抓到我出來 被同事認得到我 一會兒把我的運輸帶撕掉 就糟了 你們最喜歡的 他們有一個裝扮 叫做光明正戴 光明正戴 黑衣 黑褲 打黑口罩 連眼睛都看不到 飛虎隊都沒有他們那麼嚴重 飛虎隊都突出眼睛 他們的眼睛 也有一點點鼻 但他們那群人 連眼睛都突出不了 因為他們要再戴太陽鏡 開了個洞再戴太陽鏡 完全看不到 他們接受訪問 我們對於亞馬遜 因為聲音機特別處理 91磅一個小時 我們已經非常感恩 我們會全力為亞馬遜工作 但是工會方面 要求希望到達15磅 15磅 我們都不敢去想 因為我們目的是要離開暴政 我們希望有民主自由和呼吸到自由空氣 每個小時 所以那四磅 每個小時來說 我們覺得問題都不大 不大 非常好 你這麼刺激 我覺得應該要升你做領班 或者是排長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英文方面 不太好 我也對其他來自不同地方的同事 他們說話我都不太聽得到 不太明白 我希望能夠成為真正的英國人 11磅來說 我都很開心 我們都不想這麼多罷工 快點開工 好呀 好呀 香港人加油 加油 好呀 快點拉過來做事 好呀 其實他們較早前 在八月甚至十一月 黑白日的時候 也曾經有些小規模 對於加薪方案之類 不過那些是自發性的 而並非經過工會 並非批准形式 這次來說 是首次亞馬遜的英國工人 得到合法罷工行動 我覺得如果真是衰些說句 或者我自然說句 不要說我什麼 扮什麼道德高地 假仁假義的 沒有啊 什麼 新衛城 遲些 下年說要立這個惡法 反罷工法 這麼天殺的 阻擋這個 什麼民主自由空氣 罷工是人的基本權利 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 我有權不勞動 為什麼一定要逼我 要工作 這個還不是惡法 這個絕對是一個惡法 是一個獨裁的法律 應該要站出來 反對 這個政府才是 直接 現在我們看到 GNB方面都說的 大讚 大馬遜 大馬遜 這邊 工人 跟香港人一樣 他們說 有勇氣 有決心 讚 激讚 你們那幫人 在香港有和勇合一 又是勇武 去到那邊 什麼都忘記了 最噁心就是這幫人 你罷不罷工 我最討厭就是這些人 又說支持什麼同事 還是怎樣 因為這些夾拐 每個人去到亞馬遜 都說 你最開心的是什麼 亞馬遜 最開心的是同事 同事 很好的人 跟我一起說英文 來自四海 有些跟我說龍珠 什麼 動物 動物 這麼特意 因為沒有 因為他不懂 因為 英文是叫什麼 動物 但是我也不懂 所以他只會叫做 GREEN OBJECT 這樣也可以 說一下 講一下 誒 這麼有趣 就是說一下 很開心 很開心 如果是同事 你也能说,我尊重你的罢工,你有你的自由,我也是我的自由去反对你罢工 我觉得工会方面,同一阵线的话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香港人或者BNO人 他们应该要和他们站在一线罢工 照常应该是 大家都是同等的职业 又在同一间公司 你也是工会的一份子 如果你入了工会 但是又不肯 再继续同一阵线 我觉得是很差的 你怎样都要考虑其他同事的感受 没理由自己独食 不过我觉得可以这样的 这些人可以说,我新来的,新来新猪肉,没钱,很可怜的,这份工作很重要,希望可以让他的同事同情他,那行不行? 不如台阳可以帮忙教英文,再不然我们到时邀请真bc帮他们写,例如兄弟爬山各自寻食,然后把这句话译回英文,发WhatsApp给同事, 如果他问你办不办公的时候,你就做那个兄弟爬山各自寻食那些,可能到时那个同事懂得发,齐上齐落,那怎么办? be up and down,be up and down together 就是有这句话吗? 有的 再回复一下,有一个绝技,be water,my friend 李小龙 你自己打招呼,be water 放工be water 问你参不参加我们这次工会认可的罢工?be water be water,my friend 可以吗? 可以,绝对可以,你water,你什么形态都可以 我一直跟你开工,其实我心里是罢工的,可以这样吧? 可以吗? 可以 因为亚马逊那边,其实也有发言人出来说了,不是啊,我们的薪酬相当有竞争力,起身点最低最低,也有10.5磅价,所以B&L 可以说是b&L 有一点了,它是B&L 有10.9磅价,所以当时b&L 那些C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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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其他东西说我们会有什么贵节性的额外奖金 即是什么500磅 即使给亚马逊宝费 全职兼职贵节性的员工全部一律都有 这个500磅一次性特别的奖金 其实是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掩住你的良心 掩住你的良知 掩住 够不够掩住呢 多一点 添一点 添一点就掩住了 你的乞丐 你不是乞丐吗 你多吃个发财钱 不够了 只有500磅 我的良知 怎知道500磅 我的良知 1000磅 究竟会怎样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挺有趣的 我们先说一下 虽然现在暂时 亚马逊就只有几百人 将会举行公会议 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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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帮黑暴友 或者那些 Bernogger 甚至乎那些黄友 他们有一个 另一个理念 虽然只有几百人 两个字 圣伙 圣伙之火 可以疗远 圣伙 始终要帮圣伙报仇 虽然这些圣伙 都会帮到很多人 照亮他人 其实我觉得 去到亚马逊 都说要想蠢蠢欲动 搞这个 得到工会议行的罢工 其实我觉得是 之前工会方面 是在等着这帮人 即是暗暗共 想什么时候出手 现在就给他胆 我觉得 如果其他不同的行业 就趁着新卫城 这个暴政 推出这个 正正式式 推出这个 反罢工法之前 反罢工法 有什么就搞什么 有那么大 搞得那么多 搞了他 等于这样 你说 你穿着整身的衣服 在海滩附近 我说游泳吧 不行 没有泳衣 拿泳也要冲出去 拿泳 没错 回归母体一样 你的肚子是游泳 你刚出世都是这样的 这个肚子里面 都是羊水包着你的 其实你那时候都是裸体 没穿泳肤 脱衣服 都要冲下去 这样才是 现在 在恶法收紧之前 尽量享受罢工的自由 你想想 还有自由空气 罢工也没有自由 有没有搞错 你罢工也 不知道他们可能 误解了什么叫自由 罢工也没有自由的 真的 说没有就没有了 要收回你的权力 收回你的权力 可以立法的 有民意基础在这里就可以了 基本上 这个简直 这个新卫城 借手遮天 是的 他的手段也挺辣的 不要说 跟印度咖喱一样辣 一样 是的 我们暂时分析到这个位置 最过瘾是什么呢 近来有些说 刚刚到宝 有没有工作介绍 有些都说 阿马逊 你会撞你的鬼 介绍他 我希望他不要入正那一间 要入正那一间的话 你罢不罢工 一入公会 立刻问你罢不罢工 我刚才上班 在等钱花 不用让家 我也在等 我觉得个个都在等的 我个个都在等的 我个个都在等的 你以为我想罢工吗 就是人工不好 人工好就不用罢工 为什么要罢工 这些香港人 B&O 人工来都在做梦 是的 大家不如一起留言说一下 究竟香港人方面 B&O 人工 需不需要一起去 参与这个罢工行动 我觉得从这个 我们都要的 到以上 什么爬山 齐上齐落 这些是另一回事 始终都要齐上齐落 不然你加入公会 你干什么 你就自己估自己 不一定加入公会 没有人逼你 你不加入公会 可能的后果就是 被人看少了 或者有些事上来 没有人帮到你 是吧 但既然你进了公会 你又不能够那么缩骨的 是要 要告诉人家 你是属于 这个 企业的一份子来的 是吧 以及 其他工人同一阵线的 是吧 不能够那么缩骨 始终都是要的 应该要支持 公会的 作为亚马逊的员工 对不对 你选择做人还是做狗 你这么狗 不过 有时人就是这样的 有时狗些 忍一忍忍 可能就 雨过天晴 对吧 又或者忍一忍 这份 功运失败的话 那他就避过一劫 是吧 你就只能够期望 功运失败 如果他没有参加过 是吧 这么糟糕 你怎么搞的 你不参加 也不要看人死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天教力 还要读人家是他 他想煽动我 我要告发他 读他出来 是他 读灰 不切割 不读灰 不批评 没有 你不会这么做 倒转了来做 他们都立即做出来 有感觉做 现形的 哎呀 是的 到了要吃饭 要开饭的时候 就不得不 就是人不为己 天珠地灭 是呀 你说什么 世不低头 立即低头那个 是呀 立即还要爬蛋饭 是呀 好 好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先了 记住留言说一下 究竟这群BNO哥 是不是应该 要一起齐上齐落 一起罢工 不需要上班 哦 香港人真是好想要上班 是的 由英国人口中说出来 这番说话就特别好笑了 是的 我相信也会 到时人不笑狗都废了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